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回到来道具屋这里 卷贝眼看无法阻止打发条 他把剩下的工作交给伦 他要去美国找帮手 回到来南树这里 他们搞砸黑帮的场子 让老大吼不爽 他们让在场的人看到希望 这是他最不想要的结果 因为被骗来的人都是些没希望的人 那些人可能不会再来了 会场被黑岩的手下包围 老大也说自己也燃烧起来了 所以就扯平吧 老大看到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厉害都很放心 南树告诉阿格 火南就在他心中燃烧 而阿格失去的只不过是一双鞋子 现在九手之中第六次响起 仿佛按随着即将开始的战斗 这时韩正在帮空调绿 四眼仔走进来看着空的脚说道 上场战斗 空应该只失去后脚跟的两条基建 原来他是空自己切掉的 他做这一切只为了得到覆盖着地球的这片天空 现在空他们已经攻入航空母舰 排害进航舰的主系统 直接把航空母舰劫持 那个老外将军就这样被他们控制了 现在战斗即将开始 九手之中第七次响起 悟九也加大压力训练 为了抗衡现在的悟空内 悟九设计了新的金枝玉席 输出大约会提高25% 本来重力只是不需要调绿者的 但现在沉睡森林所用的都是翻版的玉席 所以他们才需要调绿者 为了发挥玉席最大威力 如果现在灵晴不肯调绿的话 金枝边可能会被风粉碎 灵晴只是不想回去那个被南树破坏的牢笼里罢了 秦英说到时等第九个玉席诞生就来不及了 卷贝来到美国 他所找的人是世界飞轮冠军乔安娜 在他的牵引下 让卷贝与总统候选人欧马哈见面 现在悟九通过最强的压力训练 身体已经健康了 这反而让他的肌肉硬得像石头一样 灵晴问他 打倒空过后沉睡森林的去向 悟九完全没有给他答案 九手之中第八次响起 灵晴只好乖乖把自己锁回牢笼里 因为他是沉睡森林的荆棘女王 他必须回归森林 现在南树他们还在野外洗澡 二叫南树把脚下的黄树拿来 帮他加火 南树看到附近有一堆子 只好赶快帮他加火 自己跑去看杂志去了 这时肥仔通电南树 有个道具屋的人通知南树 今晚九手之中即将想起最后一次 林芝门锦标赛就要开始了 但小屋丸还没交上申请表格 原来南树刚刚把表格烧掉了 这时阿格树有大事发生了 叫大家集合 只见肥仔与火难对战着 但是在电脑萤幕 那是双方输入的记忆卡来制造出 你真的假想空间站 然后他们就争先恐后的想跟火难对战 这时道具屋的人都看急了 终有可能想起他们还在玩耍 现在他们要赶紧进入大发条 插入本人的记忆卡就可以了 这时海人竟然为南树开路 还有金教南树全力以赴 苏已经在教堂等候多时 苏打开大门 等一下就会为蓝芝王献上蓝芝预袭 南树帅气的插入记忆卡 结果是资料错误 原来刚刚他们在混乱中 拿错了火难的记忆卡 报名时间终止 代表小屋丸失去锦标赛的资格 这笑话都传到空那边去了 西姆整个人直接没有mood了 西姆还是相信南树可以越过这难关 林晴也猜想到南树一定什么存理由导致的 现在苏、林晴、西姆都找上南树 他们知道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南树参加比赛 现在这三人谁能在这场战斗称霸 就可以得到南树 但阿格的出现破坏了这三国关系 阿格把过去林智门对战表印了出来 方法就是 只要把其他参赛队伍打败 就可以代替他们参赛了 空和雾九都来到现场 他们都想和南树对战 西姆很开心可以看到南树 还对林晴说 下次对战就要赌上性命了 南树在此公开表白说 大会后让西姆跟他约会 他想跟西姆一起飞翔 就在南树与飞伦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在这之前会把一切都击垮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